眼神專注盯著球等待時機準確揮拍 他是光華國中的學生李宜貞 正在和教練一來一往進行匹克球的練習 看似簡單的運動 對他來說卻是花費了很多努力 那因為聽障他本身一邊會 比較協調性會比較不好 所以在剛開始在訓練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他可能在判斷球 要擊球的時候可能會 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一點失去他的平衡感 那協調性也沒有那麼好 會像學游泳的時候 因為學游泳他必須要把他的輔具都拿下來 他沒有辦法像學習球類 他可以帶著輔具還可以去聽聲音 桌上一次排開 滿滿的都是李宜貞得到的獎狀 更在今年獲得總統教育獎 但其實從還是嬰兒時期的他 就被診斷為雙耳重度聽障 助聽器帶了一年多還是起不了作用 小小年紀不到兩歲時就得透過手術 植入電子耳 一路上走來就算辛苦 但他沒有被打敗 反而擁有傑出表現 會覺得過程雖然很辛苦 可是看到他今天一步一步點點滴滴的累積起來 覺得其實還滿開心的 那就是肯定他其實也是肯定我 在成長的過程中 聽力障礙讓宜貞遭受到許多挫折 即使戴上電子耳 在吵雜的環境下 還是無法清楚聽見所有聲音 聽課的效果會打折 然後就是主要的話就是 吵雜環境的話 就是別人講話可能我也會聽不清楚這樣 宜貞的媽媽沒有放棄她 而宜貞也沒有放棄自己 不斷地接受復健 聽與治療 沒有了 爸爸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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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無聲到有聲 也從跌跌撞撞到如今 成為光華國中的匹克球社長 更是同學課業上的小老師 克服障礙熱心助人 未來更希望幫助更多人 是會 但是想到還有很多的人在我背後支持著我 所以我就會放棄這個念頭 我覺得我還是要努力才不會辜負他們 我希望可以成為社工 他要幫助社會 還要回饋社會 曾經幫助我的基金會 今年高雄總共有三位學生獲獎 除了光華國中的李怡貞 還有孫逸倫跟潘伯君 也都獲得總統教育獎 種種動人精彩永不放棄的人生故事 令人動容 記者吳家瑋 莊舒婷高雄採訪報導